中国和印度是邻居,自然也免不了被印度拿来做比较,在近几年内,我国的旅游业非常发达,更多外国友人都来到我国旅游签证, 还有很多是印度人民,印度在我们的印象中,环境非常差,卫生条件也不好,有着很多奇怪的风俗习惯,印度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,很多人生活条件优越了,纷纷跑到中国旅游,就有印度的姑娘来到中国,他们来到我国游完后就不走了,人们都表示非常怀疑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大家都知道,印度的厕所全都是露天的,在大街上随处可见,卫生的脏乱而且很不安全,没有隐私可言,很多的外国人都不会到当地去游玩,就算有同伴也不会去,而在中国社会的治安非常好,经济也很发达, 更让印度人民感到震惊的是,公共厕所非常干净卫生,走进去几乎闻不到一丝的臭味,而且中国的公共厕所,是建立在室内的,反而表示公共厕所怎么会这样干净,来中国旅游的,印度女孩说,非常喜欢中国的公共厕所,完全又卫生,比印度的好太多了,真想就定居在中国。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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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